欢迎你们再次准时光临 全明星攻略 新闻的灵魂是普罗大众 没有大众 新闻就成为没有意义的视野 而音乐的创作 它的灵魂是听众 时刻关注市场的资讯 同时跟着时代脉动 作品才能吸引听众 今晚哪一位歌曲里的歌手 对时事是最敏锐的呢 欢迎三大赞争 好啊 马上来欢迎一天的三组搭档 第一组是电台的DJ神拍档 蒋作家还有DJ Brian 欢迎两位 第二组是音乐天才美男组 威里安和许淑豪 欢迎两位 第三组他们属于海归派 海归音乐创作人 蔡北轩 Sanning 非常好 真的大家都有作品啊 我们就从Sanning开始好不好 好 我的最新的单曲 懂懂懂懂懂懂 已经出来了 你是口级是吧 对 懂不懂就懂 海归啊 干嘛那么多懂 海归 YouTube上面Spotify 所有的平台都有 你们可以去听懂懂懂懂懂 这是 你有找到阿达一起玩的 阿达有feature 他有在里面rap一下 然后这首歌就是讲到 我们男生搞不懂女孩子 他们在想什么 good懂懂懂懂懂懂懂 五个懂 好 再来就是蔡佩萱 她也出了单曲 专辑还是单曲 单曲 说我要反驳一下 因为就是女生也不懂男生 所以我才写了这首26 新单曲26 26是你的年纪吗 对 这是我的年纪 对 是我在26岁前 戏 生日前戏写的一首歌 好 下一个来换许淑豪了 来 你好 你好 许淑豪 这是我的最新的单曲 对 既然男生跟女生都不好懂 那就touch control 对 用手指来了解 好不好 这首 这首新单曲就是在讲速碰 它里面讲到一些 现在社群直播 我们透过一个touch 就可以去了解这个人的感觉 但其实你们真的认识彼此吗 不知道 来 威里 要介绍什么了 对 我发行我的最新英文传辑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也是我第一张英文传辑 然后全英文传辑 全英文 全英文传辑 有几首歌在里面 总共九首歌 哇 东英文 除了在线上数位平台可以听这次 我还声评第一次出了我的黑胶 这张专辑有黑胶唱片 好特别喔 男生女生互相不了解 就喝drunk一点就会了解 非常好 最后一张 讲座家 耶 我终于差不多回回四年了吧 带来我的新专辑已经正式发行了 然后叫做RGB 并且会在这个月 也就是1月16号我会在后台Backstage Cafe 只要凭着我的专辑就可以入场了 RGB是三个原色的 对 其实他们都说男生女生不懂嘛 然后其实我最不懂的是颜色 因为我色弱 我天生色弱 所以我就把音乐跟颜色的概念 放在这张专辑当中 就是RGB的三颜色 六个人就五个有个非常精彩的单曲 或专辑 在2022年我看又是大家的丰收年 希望你们的2022年非常非常大方异彩 非常非常地过瘾 非常地顺畅 丰收 好不好 好 祝你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我们的 福袋 福袋时间 符合这个资格的人来决定大家坐的位置 好 盲抽幸运数字 获胜的人可以指定顺序 盲抽 那我们就从这边先来 好 来 这边有0到9喔 数字最大的人决定位置 一定是9啊 这个 你忙你的 先不要看 1个1个开 SAMILY 你是几号 5号 再来 佩萱 6号 越来越大 再来 再来 8这个 应该不会抽到9了吧 来 韋连 2 来 7 很大 不会9吧 1号 起数 耶 想一想 你怎么样决定到这样的位置 答理顺序 想好了 谁第一组 我们就第一组吧 你们第一组 对 谁做第二组 第二组 最近我那个钱包有点空 看各位有什么表示 你接受比特币吗 你接受比特币吗 那你做第二组 你做比特币 谢谢 我们称赞就这样子 有称赞吗 SAMILY跟佩萱第三组 OK 就这个答理顺序 好的 准备 好的 请就位 大家好 我是明天研究员蔡上华 进入到我们的机会 与命运赛制 总共在机会赛 有三个回合 机会区的来宾 必须要成为 答题英雄 努力答题 那么在命运区呢 则是要按下命运之纽 为你们决定命运降金属 可是今天 只会有唯一一组赢家 能够拿到奖品回家 我们就来打开梦幻大门 好 音音这一集 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都是音乐人 所以我们准备的礼物呢 除了有居家欢乐组 功能型保险箱 还有高级视听组合 另外在十万大奖的部分呢 是运动输押仪 二十万大奖呢 更是Q-Late 8K 量子电视 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抢 二十万大奖咯 只有三回合 第一回合只有三分钟 韦里安 准备 三分钟准备倒数 好 请 助理 我的答案是B B 锁定 二零二一 我们常常会设定Wi-Fi密码 我们去外面 比如说去餐厅或是工作室 很多时候Wi-Fi密码就是 一到八 然后如果只要一到六 一到八 或者是八个八 或者是电话 对 或者是电话 所以英文的偏少 除非它有餐厅的 OK 請揭曉 漂亮 YES YES 好了 许舒豪 赶紧上场 命运奖金数 請公布 一百到一万 請選擇 怎么了 所以你抽到一百多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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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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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题 請助理 警局佳石掀起了主题曲 《热潮》 哪一个传统的歌曲 多效了今年的 就是2021年 台湾热门音乐影片的冠军 A 茄子蛋 B831 我的答案是B 831 鎖定 為什麼不是茄子蛋 茄子蛋應該 點閱率也很高 但是 它是去年 有可能 因為我現在 《浪子回頭》是去年的歌 不只是去年 可能是前年 但831 想見你 想見你 很重 所以 我覺得 如果要講冠軍 831 可能還是會那個 就是 在前面 對 抱歉茄子蛋 對 如果是你們的話 831嗎 接腳 我 所以是答錯 茄子蛋 是茄子蛋 我也 我在想是那個 當男人戀愛室 對啊 當男人戀愛室 當男人戀愛室 因為是今年 因為鄉見你是去年 對 好 在這個2021年的 音樂的排行榜當中 第一名就是茄子蛋 那B確是搭上了 當男人戀愛史的熱潮 所以呢 這也是熟度喔 是台語歌 居然拿下了音樂榜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 是告舞人 他們的歌曲喔 那其實呢 這首歌呢 是搭上了就是 創業的那些鳥事 所以呢 其實也在第二名的位置 第三呢 是動力火車的 我很好騙 搭檔 等到我了 Brian加油啊 我也在等你耶 先我這關過了 才能說啦 為自己先加油一下 自己加油先 準備 請出題 請問哪一位名人 被時代雜誌選為 2021年度風雲人物的封面 A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B 美國總統拜登 我的答案是馬斯克 鎖定 因為最近都有關注一些 時事的新聞 然後呢 他的名字也時常會出現在 很多的新聞上面 經常 對 經常 因為自己有做一些 小小的投資 然後他也算是這個 現在所謂的加密貨幣裡面 一個代言人 OK 所以我相信 應該是他 請揭曉 真的是馬斯克 這麼簡單嗎 宋恬 真的是嗎 沒有 所以 靠你了 Brian 我已經準備很久了 Brian 先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100到1萬 請 選擇 恭喜得到 1萬元 好快喔 他真的準備很久 好厲害 好 繼續下一題 請主題 觀眾2021年 全球最好用的護照排行 請問其老名分別是 日本還有哪一個亞洲國家 A 南韓 B 新加坡 我的答案是 B 新加坡 主題 因為 How do you know 因為我身邊 有移民新加坡的朋友 然後 有之前提過說 護照的部分 是在 他使用的狀態下比較好用 如果猜對的話 要謝謝我的朋友 來 請揭曉 好 恭喜 謝謝 感謝你的朋友 好 其實可以看到 在日本的部分 他已經是連續四年奪冠了 都是全球最好使用的護照 那他的免簽的國家 也有193個國家 新加坡名列第二有192個國家 南韓跟德國並列第三 是有191個國家 所以其實都很好用 台灣也不差喔 台灣的免簽國也有140幾個 所以名列第31 都是在這份評鑑當中呢 到底哪一個地方的護照最難用 其實呢 伊拉克 敘利亞 而倒數第一名就是阿富汗 都是比較動盪的區域 準備 公布他的命運獎金署 100到1萬 請選擇 現在又說四鄰居 恭喜得到一千元 好 沒問題 也不錯啦 還可以 繼續答題 Let's go 好 謝謝主題 我的答案是A A 鎖定 第一個 這是我自己 最常去搜尋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相較之下 我覺得說PS5 要比iPhone13要更難買得到 因為量沒那麼大嗎 對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都會去搜尋他說 在哪些平台現在買得到的 PS5 是熱搜的排行第一名的家店嗎 請介紹 Let's go 講那個半天我都被你感動了 答題拳轉移到蔡佩萱的手上 那個SandMe可以不要再睡午覺了 換你了 我準備好了 我 你也有這個 對 你也有這個 你也有這個 你幹嘛 舒服 NFT熱度磁性發燒 許多音樂人發行了NFT的作品 我的答案是A 華語樂團第一個專輯NFT 誰有參與其中 A 陳芳宇 B 周星哲 A 請鎖定 這麼肯定 因為我有看到他PO 他PO了什麼內容 就是他有PO說他有參與NFT的東西 在IG他有PO 對吧 對 但我不知道他PO什麼 但我看到他那個照片 那你就看一下內容嘛 你就看一下照片 沒關係 重點是Ariel答對了 對 不是 因為我不記得 我覺得如果周星哲有的話 一定會上新聞 或者是一定會 大家會講這樣子 你剛剛在聊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Eric Eric也有發 他也有嗎 對 但是現在就是不知道誰是 第一個 他是專輯嗎 我們看到新聞是兩個都有發 所以我們看到 好 來 請揭曉 YES YES 好 這NFT 非同職性代幣 在今天非常的夯 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華語樂團裡頭 陳芳宇真的算是第一人 推出了NFT的這些音樂作品 當時他好找了一些DJ 還有嘻哈歌手大支 一起來做了一個Remix 裡面有21首歌的一個NFT的音樂作品 而且限量就只有20份 一份賣25美金 相當於是700多塊台幣 就放到這個NFT的上鏈的這樣子 來販賣 結果馬上就被秒殺 而且喔 這個現在的價格 一份已經來到了115美元 大概變成3000多塊錢 所以算是滿翻倍的 周星成其實他也有推出 NFT的作品 而且賣出來的金額是 兩萬八千美金喔 換你上場 換你上場 Sam Lin 請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書 一百到一萬 要小心 請選擇 就要小心而已 沒有什麼 沒有其他的Hint 沒有沒有 好 沒有什麼鄰居的 好 來 沒有什麼鄰居 剛才他們都選五和一嘛對不對 那我覺得二和四要有點機會 那就直接中間的吧 三試試看 漂亮 好 恭喜 看一下 看一下 It's OK It's OK 好 OK 沒關係 Eric還會再繼續答對 我繼續答對 沛先生請準備 好 請助理 根據Netflix公布了2021年全球觀看用戶數的排行 請問哪一部作品是史上最受歡迎的影集 A 魷魚有喜 B 柏傑頓家族 好 那個 快 我答案是 A 鎖地 柏傑頓家族是什麼 誰看過 我 好看嗎 就是很像現代版的那個花邊教主 Gossip Girl Gossip Girl 對 就是很像八點檔那種的 對 然後他的確 因為我記得他在魷魚遊戲出來之前 的確是晉升照好像是第一名 但魷魚遊戲好像一出來的時候 轟動全世界 然後他們特別有的報導就說他是第一名 現在就是最夯的這樣子 請借腳 漂亮 謝謝 謝謝 你先出他的命運獎金數 這一題這樣子 好 又換了 又不一樣 請選擇 如果我按三 他不可能又是一百啊 那 你試試看囉 好 終於這一句 一再一次 不可能一百的 真的進步了 一千 恭喜 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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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take it slowly 多一個零 多一個零 有時候 人要懂得變通是很厲害 不會 下一個要多一個零 Sam 靠你了 請 處理 每到年底正值聖女番茄的產季 請問創辦人最初是什麼原因而開始 遇重聖女番茄 A 孫子不愛吃番茄 B 公司瀕臨破產 B 公司瀕臨破產 鎖定 妳看得懂吧 看得懂 好 我只是在想說 因為如果孫子都已經不愛吃番茄 那種聖女番茄不是很像嗎 所以我才會覺得刪去以罰 覺得好像應該是要 瀕臨破產 請揭曉 答到這裡沒有 公司瀕臨破產 好 這個來自農購種苗公司的創辦人 陳文鈺先生 當時發現他的孫子 真的是很不喜歡吃番茄 因為覺得番茄很酸 所以他希望可以改良成一種 比較甜 而且讓小朋友也會喜歡吃的品種 所以就開始育種 就種出了這個聖女小番茄 而把聖女小番茄培育出來 是在1990年的時候 那後來它就變成了一個 家喻戶曉的一種水果 也因此後來又有一些衍生的品種 像是小女番茄和愛女番茄 維林安準備 還有52秒 應該可以達至少三題 請助理 據外媒報導指出 JL表示選擇哪一個節日上街乞討 所收到的費用最多 平均每小時可以拿到三千台幣 A萬聖節 B聖誕節 我的答案是B聖誕節 助理 說明一下 我覺得聖誕節大家會比較 比較慷慨 聖誕節是一個充滿愛的節日 對 而且就是 以西方來說 就是家人團聚的時候 而且聖誕節還下雪 通常 所以街友在路上 會看起來更可憐 萬聖節那些街友出來 對 人家會以為那是Cosplay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對 這蠻有道理 這蠻有道理 給錯了 二 五 三 五 對 沒錯 沒錯 還演 好像 對 好悶喔 那時候出來要錢最討 去倒霉 倒霉 來 接腳 漂亮 漂亮 好 請說 先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是鄰居 是鄰居 一百到一萬 竟然住在隔壁 請選擇 每次都靠住在隔壁的嗎 剛才一百是這個 三啊 三 二好了 恭喜得到一萬元 謝謝 歡迎 二零安準備 好 請 出力 台灣2021代表自大家選票選結夥 哪一個字獲選為2021 台灣年度代表自 A 宅 B 悶 我的答案是 A 宅 說 D 為什麼不是悶 你不覺得2021年 2021年很悶嗎 也蠻悶的 但是覺得今年有疫情 真的是蠻宅的 各種的宅經濟 比如說待在家 然後開始各種外送 這些的 大家也看劇嘛 所以由於遊戲會那麼高的 所以歡迎大家都待在家 介紹 2021 最悶的 最悶的是 三 恭喜 來 預備 請公布命運獎金數 沒有提示 請選擇 三 三 我的天 這次真的相信我 這次一定是 三很高 四 要反白了嗎 恭喜 三千 OK啦 林萬在 好... 三 多點要拍這個 好可愛 我幫你反白了 可惜不是你們還 你看 還好我跟他說三 不然等一下都按三 他們就贏定了 繼續 來 請處理 研究發現只要在皮膚上 除抹了低黏度細油 僅限4%的機率 會被蚊子吸血 原因是什麼 A 產生類似了麻醉的效果 B 蚊子會重心不穩 我的答案是B 處理 隨著這 你重心不穩 這個是不是會太好笑 有油 腳會滑是吧 對 對 像我以前有去過非洲 要帶有DDT或是DB 的那種防蚊液 那感覺應該是要用化學的方式 去驅蚊 所以我在 所以我猜是用物理的原理去 那也是化學用氣味 是吧 對 那低黏度細油 細油應該是一個物理原理 有可能 來 請 接腳 漂亮 這樣分析滿好 漂亮 讚 你一定沒有想到吧 讓蚊子腳底抹油 它會滑倒 就不會來叮你 聽起來很荒謬 但是事實上 這是日本花王公司 他們做出來的最新研究 過去我們噴灑這些防蚊的產品 通常都是用氣味 讓蚊子不會靠近你 可是在一般的狀況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防護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人大概平均都有85% 會被蚊子給叮咬 可是現在 他們研究出來 當你身上是擦了一般的 甘油加水的組合 蚊子的腳 它是能夠防止甘油滲透進去的 所以它不會滑倒 但是如果擦的是低黏度的細油 蚊子就會覺得很滑 所以它的那六指甲 叮到你的皮膚上面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保持平衡 就會一直滑落 因此它就會懶得叮你 當你擦了這個低黏度細油之後 只有4%的人會被蚊子叮 有高達96%的防蚊的功用 所以現在他們正在積極的開發 類似的防蚊產品囉 機會來了 請射出命運甲金屬 一百到一萬 簡易選擇 我來好了 剛剛目前就是一萬有出現過 一 三 四 對不對 選五好了 再一次五 第一次選五 是一百 恭喜三千元 耶 來 來 歡迎大家 不錯 來 歡迎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組 韋里安跟許淑華的這個組合 一萬六千一百元 第二組蔣卓家跟Brian這邊呢 其實本來是領先的 一萬一千元也不錯 蔡兵萱跟Sam Lin這個 其實答的題數也不少 對 但是是一千一百元 還有機會 全明星空略 模範聲音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答理權還是在你們手上 OK 兩分鐘倒數 請出題 民眾過年愛買彩券 是熟悉 開賽統計了2020年 議員投獎 中獎人的幸運面相 發現大多是哪一種臉型的 A 橢圓臉 比方形臉 我的答案是橢圓臉 鎖定 猜的 你應該不知道 對 這個真的是有點難 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哪一個的面相比較好 真的讓你得到 得到抽到重要的意義 你會不出唱片嗎 會啊 不要 不要 沒有啦 還是繼續 應該還在這邊繼續做音樂 還等死了 還等我表達了耶 中了意義 你還要做張片嗎 當然不會啊 會啊 會啊 好 橢圓臉 我覺得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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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仔呢 他們統計了 這個2020年發布了一個數據 曾經呢 中過一元的樂透重獎人 結果發現呢 橢圓臉的比例非常高喔 有56% 那為什麼這是一個好的面相呢 因為啊 這個我們的晚年生活 其實是看你的下半臉的位置 那如果你的下巴呢 是比較飽滿渾圓的 通常呢代表你的晚年生活呢 是相當有福氣 福態 而且呢 大家會覺得你是一個 很值得信任 很有責任性的人 所以呢 通常這樣的一個 橢圓臉的面相呢 就是容易中獎的面相 秀出命運獎金術 許書豪準備上場 請看 最多是兩萬 沒有歸零也沒有家齡 請選擇 我想要再選舞耶 我會不會很... 你的隊友要不要跟隊友講一下 隊友你覺得呢 不能 完全不能 就這麼堅持 繼續答題 請出題 房價越漲越高 年輕人買房不易 據住宅貸款資料 二十到三十五歲年輕人 購物偏好選擇 哪一個地區的房子 A 內湖區 B 中山區 我的答案是B 中山區 鎖定 應該 生活機能更比內湖在不同 是 希望你答對 來 接腳 幾乎來了 謝謝 其實我才被女生 周山區跟內湖區呢 其實都是年輕人買房的熱門 不過呢其實比起來 第一名當然還是在內湖區 內湖啊其實扣掉了一些豪宅 它的單價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之外呢 其實呢 多半來講它比較偏蛋白區一點 所以呢 它的單品平均的房價 大概有一些是落在六十萬上下左右 對於年輕人來講呢 比較好入手 因此呢 它也是年輕人最熱門的一個區域喔 打理尊轉移到蔣卓家這一組 加油 也應該啦 請試題 OK 根據消保會統計2020年 電商中被申訴最多的商品 是下列哪一種類型 A服飾類 B化妝品類 我的答案是 A 所以 為什麼不是化妝品 因為服飾從電商買的話 我覺得說 因為你自己本身沒有試穿 所以可能你收到貨物的時候 它可能會出現比較多的問題 圖文不符 之類的 因為顏色啊 你拍照當下可能顏色有色差 質感啊 你這都是通過照片數位的東西 無法接觸到的 但是如果是化妝品類的話 我相信這個東西大家已經在過 它有型號 可能有試過型號啊 標色啊等等的 那個會遇到申訴的問題 相較之下那個Ratio比較低 比較沒有爭議 對對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的選擇的菜是A 對 請介紹 漂亮 靠你的Briain Let's go 來Briain 交給Briain了 來吧 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最少兩百 最多兩萬 請選擇 來 就走了 恭喜得到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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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就超讚 讚 繼續表現 講作家 好 請處理 好厲害 泛國禁止通過了一項法案 規定寵物店從2024年起 禁止對寵物做什麼 A 禁止關籠子超過一天 B 禁止在櫥窗展數 因為我自己有養寵物 我養什麼 我養貓 然後閒在我養過狗 但我覺得 動物是非常需要它自己活動空間的 就連我當初養天竹鼠 雖然天竹鼠小隻的也是關籠子裡面 但是我還是會把它放出來 讓它跑一跑 我覺得不能夠永遠都是被關在籠子裡面 對 特別是如果是法國來講的話 我覺得特別是歐洲的地方 他們應該會對動物的保安 那種保護啊 或是那個care的那個程度應該會更高 來 是嗎 計較 合理耶 也合理 來 What 好 法國呢 他們一直很重視動物的權利 那他們現在就規定 從2024年1月1號開始 真是生小事夫能夠在櫥窗展獸動物的 一來呢 這樣感覺非常不重視 他們的生命跟權利 第二來的主要的原因呢 是未來 如果你想要養寵物的話 你只能透過兩種管道 一個呢 就是到這個 動物的收容所 直接去領養 不要不然就是 你必須要去繁岩場 直接去購買 第二是呢 你不能夠 直接去販賣動物 而且呢 他們主要的原因啊 是因為覺得說呢 過去有很多的人喔 因為看到櫥窗裡的小動物很可愛 就把它買回家 買回家之後才發現很麻煩 又不想養 就會有棄養的狀態 所以未來呢 只要你要領養 或是購買動物的話 都會有七天的 因為那是試用期 但是如果你真的養不習慣的話呢 你是能夠再把動物帶回去的 因為要避免這條生命 就這樣葬送在你的手上 來 達立選轉移到 蔡佩選手上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好 請注定 據外媒報導 英國網站 針對不同職業的原調查 哪一個職業最有可能 與同事發生一夜情 A 警察 B 藝術家 B 藝術家 注定 可是警察 OK 我有想過警察可能壓力大 然後就會覺得一夜情就是 反正很快速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又覺得 他們好像會有一種 好像要保持一個操守 或者是一個人家怎麼看他們 因為他們選擇警察 一定就是要保持傳統觀念 傳統的就是規定 但藝術家 太合理了 藝術家 我知道 所以我剛剛也不太確定 可是我怎麼想 我都覺得藝術家是比較隨性 認為是藝術家的舉手 你看 我好像有看到這個新聞 三個沒有舉 三個不舉 你呢 來 Sam Ming為什麼不舉 我以前 有想過要想當警察 你想當警察是為了一夜情嗎 這是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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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不可能是警察 因為警察大部分都是男生嘛 就是比較多嘛 所以你就如果你的 You know co-worker 沒有這麼多選擇 你就不會去跟你的 可以了 謝謝 好 請介紹 警察 是警察 我看到這個新聞 為什麼 我也是嚇到 先說一下 這個根據英國的調查 他們就發現 其實在英國人 他們有將近三成的人 都曾經跟自己的同事 發生過一夜情 這當中又是以警察 最容易跟同事發生激戰 那其實這個比例非常高 警察居然有44% 都曾經跟同事 一夜情過 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藝術家 第三名則是科技業的 這些工程師 或者是從事IT產業的人 那到底哪一些行業 比較不容易 跟同事一夜情呢 第一名就是老師 再來還有社工人員 以及科學家 他們是比較少的 還有很多人會認為說 醫師跟護士 是不是很容易會一夜情呢 反而也是比例 比較偏少的喔 威力安 加油 好 準備 請出題 請問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是哪一家企業 達到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規模 A 蘋果 B 微軟 我的答案是A 蘋果 蘋果 會不會太合理 可能 我剛剛也在想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微軟 因為我知道微軟做 企業的那種雲端服務 很厲害 但是蘋果的話 它是做B to C 就是直接對消費者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iPhone的搜尋量最大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手機 然後它還是一個賣硬體的公司 然後再加上它又綁很多的 很多的消費 對 我記得它是 手上握有最多現金的科技公司 好像是 希望你是對的 請 記者 是不是蘋果 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是不是蘋果 漂亮 YES 謝謝 謝謝 公布 這一題的命運獎金數 它的長相是 200到2萬 200到2萬 沒有提示 請選擇 Sam 你沒有機會了 你要我告訴你答案嗎 對... 3 躲掉了 就躲掉了 躲掉了 躲掉了 你輸了 你輸了 三五最大 你看吧 選到2千 我想幫你了 有OK啦 有OK啦 OK啦 OK啦 不是200 你有17秒答兩題 好好分配時間 好 請 主題 人中難免會遇到手機落水的意外 手機達人指出民眾最容易犯錯的 處理方式是什麼 A 用吹風機吹乾 B 插上充電器 我覺得答案是B 插上充電器 主題 這也太簡單了吧 但又很怕說 他講的是最常犯的錯誤 就是正常我們想 可能會想說 都用吹風機是吹乾 但也有可能 吹乾會造成什麼東西 不知道 可能會過熱 但我已經選B了 所以就是 很重要 來 接腳 看一下 果然 用吹風機 好 可以看到 其實這手機一不小心碰到水 或是落水之後 大家很常會做錯的一些方式 前三名包括了 第三名是 插上充電器 因為當你一充電的時候 反而會讓它裡頭更容易秀走 還有很多人會去K機或關機 但事實上這也是錯誤的 很容易會當機 而第一名就是用吹風機去吹 因為當你用吹風機吹的時候 一來是手機它哪有那麼容易 可以把風吹進去 它是相當密合的 所以你吹了也沒用 第二的原因 是當你吹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會讓手機搖晃到 越搖晃它反而水容易到處流 而且更容易造成它的損傷 所以最正確的做法 是當一旦泡到水之後 馬上把手機靜置 都不要去碰它 然後讓它自然的風乾一段時間 如果它還是當機了 再趕快送袖 拉力圈轉移 講座下組 來以後 差點就要不要 19秒 一題了 來 請助理 日本實測發現 西蔬果的最佳溫度 應該控制在幾度 可以讓氣孔張開吸收水分 使食材變鮮甜好吃 A 35度的溫水 B 50度的熱水 快一點 我的答案是A 35度溫水 主力 為什麼不吃 想一想 我覺得50度也偏太熱了吧 可能會破壞原本 蔬果的 它本身的成分 然後 我覺得35度 而且你自己在洗的過程當中 50度好像也滿熱的 那35度去用溫水清洗的話 好像是最適當的一個 比常溫再熱一點的溫度 50度 人都覺得燙了 水果怎麼洗啊 對啊 可是會不會因為這樣 才洗得更乾淨呢 請揭曉 請揭曉 現在要說氣孔張開啊 日本現在非常風行的一種 叫做50度洗菜法 而且不是只有菜喔 它其實包括了香菇啊 肉類啊 所有的食材啊 你都可以使用這種50度的方式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洗呢 當你有水溫低於50度 大概40度左右的時候呢 反而它是最適合細菌 繁衍的一個溫度 所以是比較不恰當的 那如果超過50度又太熱了 會讓它變得接近熟食 50度喔 剛好可以讓蔬果的氣孔張開 讓它保持呢更加的翠綠鮮甜 所以他們有做了一個實測喔 剛你呢 把這個大白菜拿回來之後呢 先用50度的水稍微洗過之後 靜置了三天 它反而比它剛買回來的時候呢 看起來更漂亮 目前的獎金總數有累積 看一下 第一組 到了兩萬八千一百元 哇 蔡博家和Brian這一組三萬一千元 哇 Nice 蔡博軒和Sam Lin 他們不知道來幹嘛的 還是一千一百元 好的 好的 蔡博軒準備 請助理 請問哪一個國家總理 上任不到一天就閃電下台 創下了就任僅數小時的紀錄 A 瑞典 B 泰國 我的答案是 B 泰國 蘇莉 是泰國嗎 我記得我看到是瑞典 因為她的新的女首相 就是好像是她的隔園 有人確診 結果她還跑去夜店玩 然後結果她就 最近最近的事情嗎 最近的新聞 幾個月前 好像兩三個月前嗎 好像更近 更近幾個禮拜 這幾個禮拜的新聞 這幾個禮拜的新聞 這個月 十二月的事情 好像這個月或者上個月 不是這個月 十一十二月 十一十二月的事情 才上任幾個小時 對 來 戒腳 估計會刮掉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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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對不起 果然是瑞典 她發生了什麼事 真的跟確診有關嗎 上華 好 瑞典這名女總理 她才上任短短七個小時 居然就請辭下台 其實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預算案沒有通過 所以她才因此依照了瑞典的憲法慣例 就是在任何一個政黨 退出的時候 聯合政府必須要總辭 不過她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 就又再度投票 又重新當選了 總理了 打力全又回到 瑞典先生 請助理 加油 請問韓國音樂聖典2021 媽媽當中最佳亞洲藝人 華語獎項是頒給誰的 A 告舞人 B 草東沒有派對 我的答案是 A 告舞人 鎖定 你有看到朋友 我有看到朋友是告舞人 是告舞人 對 是告舞人 只要看到應該都會曉得 他們這兩年真的表現得不錯 來 請揭曉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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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 可以 看一下 現在隔壁 我覺得很可惜 還有兩題的可能 OK 決定勝負 獎金最高的人 可以把禮物帶回家 所以確定 蔡卑軒 No No more 只剩下她跟蔣卓家了 OK 加油 請 出列 好緊張喔 請問2021年 諾貝爾獎 和平獎得主 是由什麼專業領域的人獲獎的 A 新聞工作者 B 科學家 A 新聞工作者 鎖定 你真知道 對 我記得是 好像是兩個地方的新聞工作者獲獎 其中一個是俄羅斯的 另外一個突然有點記不起來 對 你喜歡追蹤各種新聞 就國際新聞會看一下 應該吧 希望我沒有記錯 他為什麼可以得到和平獎 他寫什麼好像跟就是 專題 對 討論政府 一種深入報導的一個專題 對 新聞工作者嗎 介紹 好厲害 好 許舒豪準備 要能超越太容易了 除非你選到了佳玲 對 佳玲 五分之一的機率 請秀出命運獎金書 一樣最少兩千 最多兩萬 有加零 有加零 請選擇 剛才加零是五對不對 不會兩次吧 不會連續兩次 得到 兩千 OK啦 OK啦 好險 來 準備 請 出題 最後一題 請問 英文對話中出現了meat and drink 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A甘之如疑 比作響齊成 5秒 3秒 A甘之如疑 他選了 沒有其他的機會 答對答錯 請介紹 感覺對 答錯也好啦 老師我沒有對不起你 我沒學過啦 高學歷 來 比你獎金數最少 兩千 最多 兩萬 又加零 請選擇 剛剛有2跟5過 零 零 有想等於 等一下 4千元 OK 穩穩的 OK 穩穩的 比賽結束 三組的獎金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組 維里安跟喜書豪這一組 三萬六千一百元 蔣卓嘉跟Brian三萬一千元 也OK啦 高分落敗 最後呢 不知道來幹嘛的 蔡貝瑄和Samling 還是一千一百元 OK啦 OK啦 經驗 非常謝謝 你今天效果很好 你不去當諧星有點可惜 因為你滿好秀 你滿好秀 所以恭喜維里安獲勝 送禮物給他們這對兄弟倆 什麼呢 好 我們要送你兩項禮物 第一個是 Easy Pressel 手搖摩托機 加上手壓咖啡機 延續紅點設計 電動般快速直舉的調節方式 手沖意識都支援 從咖啡豆到濃縮 不用五分鐘享受沖泡的樂趣 還有故事特科技 EVO智能寵物伴侶 加上記憶不相圈 可以遠端遙控的寵物攝影機 內置傳感器 避免碰撞 自動返回充電座 1080T的鏡頭 隨手拍下愛情的模樣 送給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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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你的智慧掌握機會 來創造屬於自己 獨一無二的命運 別忘了 這下週五晚上九點 準時準定 全民新攻略 拜拜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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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心动略 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 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 在社会走跳 总要有两个意志题目放口袋里面 聚会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帮手 不要再考虑了 按下订阅的频道 加上小铃铛 全民心动略 赶快来订阅哦